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同大家一起去屯門徑逛逛逛 我們在杯道興鐵站出發,向左行落樓梯 落了樓梯就在這裏過馬路 再向左行 這裏是麥里號徑終點 在井頭上穿北方向走 一路向著郊野公園方向走 沿途有大量指標,完全不用地圖 保證不會當失路,很方便 開始上斜了,大家準備好未? 在這裏靠左行 上樓梯之前都沒什麼看 趁現在思考人生 平時走得少樓梯就要有心理準備 在這裏靠左行向屯門徑方向 這裏有個觀景涼亭可以讓大家休息一下 雖然以前都要走幾百級樓梯回小學 但是現在都走得瘋了 看來想做世界冠軍 都是要做多些運動才行 看過對面青山,開始日落了 在這裏我們向景峰花園 領南大學方向走 如果遊人不多 在這裏拍攝夷陽都不錯 前面的叔叔已經霸了個好位了 屯門徑約夢圓段 彩虹欄杆就在這段路徑上面 咦?彩虹涼亭? 由山腳慢慢走到這裏 都不用50分鐘 屯門徑 屯門徑彩虹欄杆到了 在這裏差不多看完整個屯門 這個位置最多遊人打卡 當然我都不例外了 但是記住大家都要保持安全距離才行 我們繼續向前走 在這裏頭鎮就準備回程 在景峰徑方向下山 今天不夠時間去南比水塘 下次吧 原來這裏就是約夢園 太陽就快下山 我們要走快些才行 遠跳天水圍 遠跳天水圍 落山畫面太震了 免得傷大家的眼睛 不夠了 我們剛剛就在這條樓梯走下來 跟著就向左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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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小學就再向左走 好似是第一次教大家向右走 好似是第一次教大家向右走 好快我們就去到景峰興鐵站 各位可以在對面往兆康方向轉西鐵 又或者在這個方向去屯門市中心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 下次見 下次見